大家好 我是Kyoko 今天來到第三個星期 我們繼續1JL PTN3的文明 今個星期開始就可以報名考試 如果想報名的人 記得去他們的官網報名和交錢 我們說回我們今天要說的文明 就有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Kurai Kurai在以前初班的時候 都一定有學過的 就是有大躍魔物 表示程度 我覺得你腦海中 知道Kurai是表示程度的話 接下來的四個不同的說明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不算很難的 我們首先說它的接觸 前面會跟動詞普通形 E的形容詞 那的形容詞間 或者是名詞 就表示程度 簡直是甚麼 例如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孫女很可愛 就是孫女很可愛 簡直就是喜歡到另外的程度 對 這裡 所以Kurai就是表示程度 然後 表示動作或狀態的程度 可以跟Kurai 替換 又或者Kurai有第二個解釋 就是它表示至少 最起碼 表示最低的程度 例如 例如 這是新品 所以 很便宜 這是最新的產品 所以就算便宜 至少也要五千円 但這裡表示最低程度 不能使用Kurai 接下來說明三 Kurai 它會用Kurai Wanai 的形式 就表示最高的程度 即是 沒有給 更加 的意思 例如第一句 K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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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沒有給他更加努力的人 這個情況下 可以跟Kurai Kurai 第四個說明 就是 可以表示程度 但這個程度 是有些少少輕視的感覺 例如 你想說 你這樣的問題 也不會解開 你可以說 K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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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可以解開 有少少看不起的感覺 所以 總結來說 Kurai 只要是 表示程度 可能它是 可以表示最低的程度 或者是 表示最高的程度 甚至乎 你有時候 輕視它的程度 也可以 這裡要留意 就是 如果表示最低程度 就不能用Kurai 這個要注意 好 第二個文型 就是要說 Kurai 前面是一間名詞 表示正式 才是 大家經常都會聽到 Kurai Kurai 看一個例子 大家就知道 這個文型是說什麼 例如 A 就說 Doujo Yorosuku Onegaishimasu B 就回應 Ie Kurai 大家 看日本人 聊天的時候 都會聽到 請你多多關注我 不客氣 就是我才要請你多多關注 這樣的意思 Kurai 這裡是表示強調的 對了 這裡兩個文型都很簡單 我們明天再溫下兩個文型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生字的話 記得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一些日本的新聞 或者一些香港的日本的介紹 就可以去我的FB 我會不定時轉載一些最新的消息給大家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